大家好,欢迎收看志远书香,我是宁希 喜欢请您关注我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阅读南唐后主李玉的 《浪淘沙令,莲外与禅禅》 李玉应该是王国之君里知名度很高的一个 很多人为他的命运揭叹 更有很多人喜欢他的诗词 李玉自崇光,是称南唐后主或者李后主 他一生跌宕起伏也充满了无尽悲情 他继位以后由于外奉中原,内清摇曰 南唐因此得以偏安十五年 李玉为证众仁慈宽刑法 天性存孝,好生戒杀 据记载每次有死刑论绝,莫不垂类 曾多次侵入大理寺审查预案,释放多人 公元九七五年,北宋大举入侵南唐灭亡 作为亡国之君,李玉被押解到了北宋都城 入宋以后,他回望自己的前半生 追忆自己的国家 常常感到悲伤失忆,心情悲婉,难以自意 而这首《浪淘沙令》 《莲外与缠缠》是他被囚三年左右的时候写下的 正是描写了那段时间的心境 这首词基调苍凉,情感炙热 表达了李玉对南唐故国的深切眷恋 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和囚徒之悲 更把他由天子一夜之间变为阶下囚的失落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 寥寥数语间,一个亡国之君的生动形象 月染纸上 浪淘沙令,莲外与缠缠 莲外与缠缠,春意阑珊 罗琴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上瘫痪 独自莫平澜,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这首词的大意是 窗外传来阵阵雨声 嘀嘀哒哒,惊醒了梦中的人 醒来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美好的春天开始衰残 春意马上就没有了 春天要过去了 即使身盖紧背 也挡不住五更梦醒时分的透骨寒冷 只有在梦中 忘掉自身是积虑之客 背囚之身 才能享受到片刻的宁静和安心 睡醒之后一个人出去散步 看着雕琢过的栏杆 就想到了自己的国家 心中感慨万分 离开的时候容易 如今想要再见故土 却是太难了 看着流失的江水 凋谢的春花 它们跟春天一起彻底走了 自己的国家也远离自己 一去不复返 无法再相见了 就好像是天上人间一样的巨大落差 这首词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位千古此地 这位亡国之君的万般无奈和痛苦的灵魂 这千古遗恨虽然经过千百年历史和岁月的沉淀 可那种痛苦至今读来依然是字字气血 声声寒悲 莲外雨缠缠 春意阑珊 罗晴不耐 五更寒 暮春时分 五更梦回 薄薄的罗晴挡不住尘寒的清洗 窗外是稀稀粒粒的雨 仿佛洒扫着寂寞的残春 囚居之人独自流年 已是无眼的旷位 落花时节 风雨飘零 这种境地使他倍增其苦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赏 瘫痪 这两句每次读来都很有感触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有时候由于碰到一件很悲伤的事 由于一个巨大的变故或者打击 好长一段时间无法忘怀 不管是吃饭 走路 还是干其他别的事情 都是失魂落魄的 无法忘忧 但是如果睡着了 在梦里却可以短暂地忘记忧愁 其实李玉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睡梦当中好像有那么一会儿 忘记了自己身为俘虏 忘记了自己曾经失去国家 也忘记了自己没有了自由 似乎还在华美的宫殿里 贪恋着片刻的欢愉 片刻的温馨 梦里会有什么呢 或许还有故土的大好河山 又或许还有天下太平 百姓们还在安居乐业 这样祥和的景象太过美好 这是失去过的人 才会有的深切痛苦和留恋 可是梦是短暂的 李玉醒来后 这梦境当中 忘记忧愁烦恼的甜美时光 和醒来之后的寒冷 后悔 悲伤形成的巨大落差 让他更加难受 更加无法面对 起来走走吧 可是他又想到 独自莫平澜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 见时难 他想到的是 不要到阁楼上去平澜 眺望家的方向了 我们可以想象 为求他国的礼遇 故国的方向 肯定是就算在平时 不经意间也会去看的方向 可是他却说 不要去看了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永远回不去了 不管再怎么眺望 也是白白地增加 忧愁烦恼罢了 离开容易回去难 这辈子他注定回不去了 故国只会在梦中 这种痛苦 是让人绝望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句 流水落花 春去也 天上人间 所有的春天都会泄暮 所有的相聚总会离散 在别人眼里 这没有什么 因为一切还会有再来的时候 可是对李玉来说 水流花泻 两处无情 江山如画 只是曾经 他的世界已经没有希望 只有花谢时 花开已无期 水流花落 春去人世 这不仅是词的结束 也是他的绝望 是他的消沉 无望的人生 事实上 写下这首词后不久 李玉也就去世了 结束了他悲情的一生 时光匆匆 转瞬千年 可诗词的魅力 就是这么神奇 如果李玉不会写词 未必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他 可是他的诗词穿越时空 带着惊人的魅力 让我们一次次感动 当今天我们读到 这首情真意切 哀婉动人的词 仿佛能够触摸到 李玉那无比悲情的人生 感受到他的痛苦 更加被他那超群的文学才华 所蛰伏 好的 今天关于李玉的浪淘杀令 连外雨缠缠 就和您聊到这儿了 您喜欢这首词吗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聊一聊 这里是志远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 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 评论和转发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